接受 合乎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我反對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朋友以首度表態接受九二共識 突然願意公開是金普聰給的建議嗎 我路線沒有轉變過 我才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的兩九二共識 那我反對的是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以及林建長蔡英文總統的 無名化的九二共識 選在藍營大咖 趙燒康的節目上 宣布支持九二共識 侯友宜 近期戰略上略為改變 這可是宣布參選以來第一個電視專訪 侯友宜的轉變不只如此 也開始跟上國民黨大佬的腳步 金普聰操盤後 侯友宜炮轟民進黨加強火力 另外整合方面 馬英九朱立倫也在前一天願意同台 甚至韓國瑜也同框出席活動 只是當天換一字的動作還是引發外界聯想 其實韓市長他當然自己格局都是很高的 他一定不會介意這種事情的 全代會之後他階段性也許就會再進一步的 針對整個全代會之後通過的候選人 支持自己黨內的候選人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